咱们上一次快报里讲到了绿蛤蟆岛的绿蛤蟆头子 蔡马桶宣布延长兵役一年 当时为了这个事 蔡马桶打破了740天不见记者的记录 非常的明显 蔡马桶在主动配合美国爸爸 把台湾乌克兰化 最近台湾军方那是动作不断 一方面欺骗 不不 是动员更多的炮灰当阿兵哥 另一方面就是想办法掏空台湾 买更多的垃圾武器 说到台湾的武器 那必须得提到台湾之光 超狂超屌超炸的凶三飞丹 一提凶三 我作为资深的五毛头子 那吓得是直哆嗦 要说凶三的威力 那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 一颗反攻大陆 两颗毁灭地球 三颗干掉太阳系 就这么超狂超屌超炸的玩意儿 结果竟然出大事儿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赶快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雄风三行牛叉飞弹 那可是台湾中科院 开发的第一款超音速武器 据说有反戒能力 被称为呆弯之光 台湾绿眉名嘴 一提到雄三 那当时就射了 最近这几天啊 那个雄三是握头犯戈 他陷了大眼了 话说啊 雄三飞弹啊 用来定位锁定敌人的 里面有个经纬仪 因为故障了 要专门送到瑞士原厂去维修 台湾方面说啊 是从瑞士莱卡公司采购的零部件 结果啊 这个维修周期特别的长 等了好长的时间 经过漫长的等待 终于收到了一个维修好的零件 一看那个快递包裹上面的单子 啥言了 竟然是从山东青岛寄回台湾的 好家伙 超狂超屌 超炸的雄三 关键零部件 竟然辗转多次 最终送到山东青岛维修 好家伙 山东是再次牛皮666 我的宝贝 这事一出啊 再次引发岛内是蛙声一片 一大堆名嘴跟专家就担忧 说瓦嘎利贡啊 则恐怕会影响到台湾的制空防御等军事战略问题呀 台湾官方解释啊 说这批设备啊 是2021年公开招标后跟瑞士莱卡公司采购的 因为部分设备啊出现了问题 所以要求台湾的代理商送到瑞士去维修 设备维修之后啊再送回来 台湾的中科院发现报官单上是山东青岛流停机场送回来的 就这个事啊 他们去问了代理商 代理商就去问厂家 厂家说啊 这玩意儿你直接在亚洲维修中心就行了 这个亚洲维修中心就在山东青岛 台湾官方啊一看这个事他没法洗了 他马上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安检 确定该设备没有被植入恶意的软体 没有泄露国安隐私的疑虑啊 然后这件事啊就引发了轩然的大波 作为台湾反攻大陆唯一的希望 竟然需要在山东青岛维修 你这前脚让台湾年轻人延长兵役一年 后脚就把台湾之光送到了山东青岛维修 前脚反攻后脚通攻 其实啊之前就有消息爆出来了 说台湾的军工企业专门从淘宝购买零部件 这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配合你们吗 因为谁都知道 台湾雄三飞弹那玩是真雄 只能用来炸台湾的渔船 天天被台湾名嘴吹爆的雄三飞弹 坏了还得送到青岛去维修 你这真让人笑掉大牙了啊 另外我前一阵啊 总看雄三飞弹的总工程师 天天在台湾的政论节目上当名嘴赚通告费呢 那属实是混得太惨了 雄三的神话再次被山东青岛 牛皮666给灭了 现在这台湾当局啊 在加速配合美国 让台湾老百姓上战场 只是把兵役提高一年 就引起了轩然的民意反弹 其实台湾的朋友们 其实你们就应该知足吧 美国官员啊 他之前明确说了 希望让台湾的女性也上战场 当时这话我一听啊 就下意识的认为 这人是不是纽约时报出身的啊 着急从台湾拍点照片 拿普利策新闻奖呢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来了 台湾又是延长兵役 又是买武器努力的玩cosplay 乌克兰 你能行吗 啊 戏狗 其实最早啊 台湾还幻想反攻大陆的时候 就是说80年代 90年代初的时候 他们的兵役啊 是两年 海空军啊 是三年 当时台湾搞的是 全义务兵役制 所有的男性 他必须得服役 一旦过了15岁 你离开台湾 都得经过严格的审查 就怕你逃兵役 当时啊 台湾的兵役啊 有点丧心病狂的意思 即使你服兵役之后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55岁之前 你都算是一个准军事人员 随时准备要征召入伍 一旦违抗命令 你就是逃兵啊 最终得送你啊 进牢房给捡肥灶去 90年代之前啊 台湾号称是雄兵百万 好家伙 100多万的黑熊勇士 这家伙你受得了吗 但是啊 那个经典的问题又来了 代价到底是什么 当时的台湾啊 常年维持80多万的部队 经济扛不住啊 90年代之后啊 台湾对于反攻大陆 这事的幻想 那是扬帷患者去哄浪漫 你有那信 你也没那力了 一方面是经济上扛不住了 另一方面是强制兵役 越来越不得人心 关键是所有人都清楚 你反攻大陆这事儿 就属于是浑身上下 就那个嘴是硬的 活化了 那个嘴还在呢 就是绿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这是痴心妄想的事啊 当时反对兵役的声音啊 就越来越大 台湾年轻人找各种理由当逃兵 而搭官显贵们的子女啊 那是更不愿意当兵了 只要有机会 他就会逃兵役 还造成了各种丑闻不断 后来啊 台湾当局啊 就不断的减少兵役的时间 2008年的时候 把兵役缩短到12个月 即便是这样 所有的台湾人 还是非常抵触这件事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去当兵 当时民调啊 只有三成的人 是愿意服兵役的 毕竟大家都清楚啊 谁愿意扫一年地 搬一年桌子 搬一年的草啊 当时啊 马娘娘为了选举 承诺当选之后啊 改募兵制 等于是要放弃强制的兵役 但是啊 这是想的是挺好的 具体操作下来 那真的是有点完肚子了 你想想啊 强制兵役的时候 都选择当逃兵 现在改成自愿了 那谁傻疯了 去当炮灰啊 这时候啊 台湾军方是严重的缺人 主战部队 都已经凑不起人了 而且超过七成的台湾士兵 根本就没有达到 基本的战斗标准 各种军官缺的 那是更多了 要杀杀没有 一直以来啊 台湾的军方啊 那是吃杀杀没够 要杀杀没有 台湾当局一看 这年轻人都不来当兵 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们开始动坏心颜子了 为了骗台湾的年轻人当兵 台湾当局 那绝对是煞费苦心 可以说是所有的损招都想绝了 了解台湾的朋友们 应该都清楚台湾当局的套路了 第一招 那必定是把红浪漫的门给你打开 开始色诱你了 这一招可是用了不老少年了 2019年的时候 台军的有一个女士官 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一段诱人的文字 说想找个人陪我 说你愿意吗 咱正常人看这个肯定是以为是什么婚恋的APP广告 好家伙 这竟然是台湾的征兵广告 我就想问一句 你整的是泡兵吗 当时的一段时间 这个女士官就变成了个小网红了 她在社交媒体上说 哎呀 你想当阿兵哥吗 如果你年龄在22岁到32岁就大学毕业 可以来服役一年 月薪48,990新台币 适合于又热爱当兵又想存钱的年轻人 如果你有兴趣赶快私信我吧 你看看 在台湾你敢在网上聊骚 一不注意就直接给辣兵营当装定去了 好这是受聊 台湾军方发这种擦边球的征兵广告 他还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台军经常会找出一些女兵 让他们还穿着非常的暴露 在那拍影片跟广告诱惑台湾的年轻人 难怪台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各种情色新闻 原来根子他就在这儿 从头就是歪的 不过我就有个问题想问了 在台湾当兵是去红浪漫玩制服诱惑 还是当兵 台湾这当兵也太刺激了吧 不过我觉得台军的这招用的是挺好的 直接打通八大行业进兵营 各种强行的软文各种的性暗示 告诉你台军里面辣妹超级的多 任您挑选 这不就是红浪漫吗 而且更诱人的是 你选着你玩着 我们还给你高额的补贴 一个月给你四万九千多新台币 心动了吗 赶快报名吧 来了就叫你唱歌 我有两只强 唱端不一样 唱的大敌人 端的大姑娘 嘿 你看看这台军的征兵广告 人家这抓壮丁真的是有技巧 说新来的妹子 我们未来会更好 欢迎加入陆军 漂亮 你这绝对不是当兵去 肯定是红浪漫玩制服诱惑去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台军依然是找不到人 毕竟台湾的年轻人他也不是大傻子 谁会为了泡妞去当兵 结果把台湾军方给逼的 2017年 他们出了一个奇招 咱们兼职当兵 你白天上班 周末咱当两天兵 或者你上午上班 下午来当兵也行 只要你能来就行 这个就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周末战士 每个月入营两天 全年入营29天 这个在世界的军事史上 都是堪称奇迹 前所未闻的事 说完招人 咱们必须得再看看台军的军事训练了 一句话跟闹着玩一样 蔡马桶当年刚上任跑到金门 看超狂超屌超炸的 特战部队训练 结果照片一放出来 差不点把人都给笑死 一群台湾的特战部队 在游泳池里在那 在那瓦勇呢 狗跑呢 怎么说你训练 而且你还是特战部队 你是特种兵 你得上海边训练 这不是把人给笑死吗 不过咱们真的是得体谅一下台湾的阿兵哥 毕竟海边那太阳多毒 海水的皮肤也不好 敏感肌都红红的 你看看人家陆军打靶 下面有软垫 上面有遮阳伞 游泳池的水它也是水 你别说就这样草莓兵 偶尔去一次海单训练 还真就出事了 当时在高雄的海滩训练 一个橡皮艇 突然就发生了帆船事故 七个人落海了 四个人送医院了 最后两个人 他嘎嘣就装袋了 而当时事发地点 那个水特别深 多深呢 1.5米 你要按咱游泳池的标准 1.5米上面顶多 给你贴个标签 提示你幼儿禁止下水 你这很危险 那台湾草莓兵 你们算什么呢 算幼儿是吗 因为台湾的部队生活 它实在是太魔幻了 后来台湾的兵役 在2013年降低为四个月 相当于是夏令营了 而且这四个月 还有各种的新玩法 如果你读过高中大学的 四个月给你减一个星期 另外两个月的时间里 基本上就是基本训练 长官从来不会骂你 绝对的和蔼可亲 还有在训练的时候 中间有很多休息的时间 旁边还有活动餐车的老板 过来卖盒饭 卖卤肉饭给阿兵哥吃呢 总之每个月6000新来币 去做一个童子军夏令营 也挺有意思的 以上我说的这些种种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草莓兵 它是草莓兵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的台湾草莓兵 人家保安大队长邱国正就说了 现在我们不能完全指望美方 看见了吗 人家对草莓兵还有小期待呢 之前有台湾的街头采访 去问台湾的年轻人 问长官让你跟小岛共存 你怎么办 有个台湾年轻人就说了 我们不是来度假的吗 怎么还要共存亡啊 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来金正伟 对于台湾军队的评价了 就是一堆肉 它是没有意义的 这话绝对是说到头了 其实台湾当局做了这么多年的训练 目的非常的简单 它是幻想着可以反登陆 主要力量集中在台湾岛的西岸 他们就想阻止解放军的登陆 这时候草莓兵去送死 而台湾那些狗官就从另一面开始逃跑了 毕竟什么双飞机出逃 云豹接人都练了好几年了 本来蔡马桶的想法是 解放军从福建起飞到台北 他们认为会有很长的时间 结果现在每天解放军训练 蔡马桶也知道了 原来解放军六分钟就能到达他们的脑袋顶上了 而上次佩洛西窜往台湾的时候 什么海峡中线都给你干穿了 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解放军是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来几次来多少回都是我们定的 台湾方面你只能忍着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压根对台湾军方就是心里没点逼输 但是他们对于台湾部队的定位非常的精准 就是消耗品 现在美军卖台湾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单兵装备了 就是想让草莓兵去打巷战制造大量的伤亡 这心真的是太脏了 真的是不拿台湾人当人 不过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2024年台湾的兵役就要延长一年了 蔡马统当时明确的说台湾要备战 反正他到时候肯定就逃跑了 才不会管什么台湾老百姓的 另外对于草莓兵想跟解放军打巷战这个事 我觉得他绝对是想多了 解放军在历史上有一句话 穷则战术穿插 富则万炮齐鸣 当年打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时候 当时对方就想跟咱们打巷战 解放军怎么做的 亮山战役我们26天打了100多万发炮弹 亮山被炸的就剩两根电线杆了 你打巷战他不笑话吗 谁有那闲工夫冒那危险去 所以对于美国跟台湾当局 打算跟解放军打巷战这个事 大家就把心放肚子里 根本就不会给他们打巷战的机会 而且现在也不是当年的时候了 现在什么都有 各种什么机器人无人机打巷战 你拿什么跟我们打呢 所以台湾延长兵役一年这个事 除了美国人感觉很高兴以外 没有任何的作用 解放军压根就不会给他们机会 别管你是想跑路还是想打巷战 你也只能是停留在脑子里面想想这个阶段了 我是觉得台湾的阿兵哥们 你们应该好好的琢磨一下 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为美国为台独为菜马桶丢到小命 你觉得值不值这事 没事你好好想想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别忘给磊哥点个赞 感谢您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